上廁所小便后不少人会发现变气里面的泡泡多 也没有一下子就散去 担心是否就是俗称的泡泡尿 也就是蛋白尿 肾脏不好的征兆会相当紧张 不过卫生福利部机动医院肾脏内科医生李建宏表示 产生泡泡尿的因素很多 如果从外观辨别 一般来说除非像蛋花汤一样 灼灼的有沉淀物 就必须到医院检查 不然引起泡泡尿有其他的情况不用太担心 我小到便尺里面 看到它那个泡泡久久不散 然后好像有一些沉淀物出来 如果很多的时候我们形容好像蛋花汤这样子 因为蛋花汤本身就是蛋 蛋里面就蛋白质很多 所以你如果很浓的话 打出来的感觉就会像蛋花汤这样 那如果不是只是一个很轻轻的 白白泡泡这样一颗 像类似水泡这样一泡一泡的 这个几率就不是太大了 李建宏医生进一步表示 所谓蛋白尿顾名思义 就是尿里面有蛋白质 而发生泡泡尿的原因可能是吃大餐 或是吃太咸 或是熬夜太累等生活作息不好等因素产生 民众可以调整一下生活饮食作息看看 如果还是没有改变而担心 就可以到医院检查 大部分是都会一下子散掉 按说绝绝不散了 当然难免会担心会有问题 那这种情况就是到医院来做筛检 就是要检测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看看是不是 饮食上生活上是不是要做调整 比如说是不是最近吃的比较咸 或是吃大餐是比较多 要不然是不是太累了熬夜过度睡眠不足 或是工作比较累 多少都会影响到你隔天进来的那一泡尿 如果说改善的时候 你的症状还改善了 那可能就是因为生活作息有点乱 那就比较放心 如果还是不放心就来医院帮你检查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